鄧建宏和歌手石永利拍拖三年 一直感情穩定 早前還終於宣布結婚 當初他們又怎樣認識呢 你怎樣認識石永利 其實當時我第一次見他 就是以前我當勁歌主持 他剛出道,有時也會訪問他 好,接下來是誰唱歌 他就唱歌 因為見得多了 有時也會發訊息,你也會討論 問候也好,那樣東西也好 但奈何時,我自己也有女朋友 所以沒甚麼特別 沒甚麼進一步的事情 之後就慢慢沒怎樣聯絡 直至我記得2012年有一晚 我心情很壞 我連續好幾晚都睡得不好 一睡覺就突然起床 為何整個身體濕透了 即是流汗? 對,好像濕得濕透了 是一種恐懼?還是甚麼 我想當時可能有些感情上的問題 當時… 當時令我有點亂張 我記得我跟Tin說 我說… 他會傳一個人給我 令我可以…或是幫助我 甚麼都好 給我看一套好的電影 給我聽一套好的歌 令我這晚可以睡得好一點 過得好一點 隨即,不用10分鐘之內 這個奇蹟就發生了 他就… 打電話給你 不是打電話給我 只是發訊息給我 因為之前我也… 不知道在一天前 我也有… 有跟他聯絡嗎 沒有聯絡 只是發訊息給你好 然後晚上睡不著時 又會看一些YouTube 很久沒見到鄭忠基 然後我發訊息給鄭忠基 很久沒見到Paul,黃冠宗 我發訊息給Paul 當我找鄭忠基的時候 就看到我代理哭 我代理哭聽完之後 看到有一個他唱的我代理哭嗎 即是石穎尼唱的 我按來聽聽,覺得挺好聽 然後我就說你好 剛聽完你的歌,唱得挺好 這樣就這樣 然後就經過剛才我跟Tin聊天 奇蹟發生的時候 就是五十分鐘 他發訊息給我 問我你是誰 因為他已經… 忘記了 已經沒有了我的電話 對 然後我就發了一張… 一張我的樣子的照片給他 對,就是我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 那晚的確令我… 我比較好 當然他有點漂亮 我又很開心 有個美女跟他聊天 那晚的確我舒服很多 然後我們之後… 基於我已經… 單身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也可以認識其他女生 那我就跟她繼續溝通 其實你不覺得 你自己在感情方面 是挺有運氣的 是嗎 對 對,可能大家都經常… 大家都會說 她那麼壞 但每個女朋友都… 又不是有錢 對,每個女朋友都可以 就是可能… 上天給你一些東西吧 不是,可能你們還未認識我 鄧彥宏愛愛女友的程度 更加是不惜自知六位數字 全力替石穎妮出唱片 完成共同的音樂夢 聽說你現在幫你女朋友出唱片 就自己開唱片公司 現在的市道那麼… 尤其是唱片市道 也不太好 為何這麼勇敢去做這件事 其實不是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好像有很多錢 我們只不過是一間獨立製作社 二人行 二人行 整間唱片公司也有多少人 我們倆 由老闆到創作者… 對,打架 宣傳又是我們 對 為何有這件事發生 其實我一直都有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有時我幫人寫歌 作歌詞 也會用這間公司去出單 或是這樣的 我跟現在的另一輩子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她唱歌其實很好聽 只不過大家以往留意的 只是她們的新聞和是非 可能是形象 她們的能力 她們的能力 她跟我有… 當然大家不同 但的確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即是沒甚麼機會 原來… 不知道,好像在等機會一樣 有一晚我記得我跟她說 我其實覺得… 我又喜歡聽你唱歌 我又喜歡一些… 一些翻唱歌曲的唱片 為何我們不做 我們做吧 就是這句話 因為我…正如我經常說的 機會年紀大 要自己把握 不僅把握,要自己創造 創造… 因為大了,機會就少了 你經常等,就沒甚麼發生 但你可以自己創造一些機會 我經常說過很多次 就是你做了一些機會 未必可以令你很飛黃騰達 未必可以令你大富大貴 但你不做,就一定不會有事發生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的時候 也沒想過是自知的 我們有… 敲銷其他唱片公司 但是… 無奈… 無奈也是不行的 有很多合約上的問題 也不相信我們的問題 不能怪別人的 這是要明白的 因為這是一個商業社會 那… 有一晚我們又談了 沒有人投資… 自己做呢 沒有人做,那怎麼辦 不如… 他直接跟我說 不如用錢結婚吧 我就跟他說 不要 沒有,結婚的錢就是去為我們… 我說得很差勁 去拜託我們的家人 我沒有了,那一晚 但如果我們用錢去做一支唱片 永遠的 這支唱片永遠都會在你身邊 直至你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 當時我不知道唱片成績會怎樣 但起碼我們也有一支唱片 可以拿著這支唱片 這支唱片是我們自己一手一腳做的 這支唱片是我們一起的結晶品 結果我們自己做的 投資了多少錢 投資了差不多接近四十多萬 現在好像聽到買了一整晚 我恭喜你們 謝謝 尤其是現在的市道 能夠這樣做 是 是非常好 很開心,我們成績很好 我們是2015年度 10張最暢銷的唱片 而且她已經成為了2015年度 10個最暢銷的女歌手 我們感謝每一位支持我們 那就恭喜你 是 也恭喜Suki 無論是業益或是…